英国物理学家霍金 今早在剑桥的住家安详世世 享年76岁 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霍金在21岁患上肌肉萎缩硬化症 也就是俗称的剑动人 从此身体逐渐瘫痪 只能依靠轮椅活动 而电脑就成了他唯一说话的工具 然而身体的不幸没有令他失去希望 他曾经说到 人类和宇宙相比十分微不足道 因此残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霍金也非常鼓励人们接触宇宙科学 认为人类不走向宇宙 就不会有未来 过去五十多年霍金把精神放在宇宙论和黑洞的研究上 在1970年代证明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论点 同时提出黑洞蒸发以及宇宙没有边界的理论 为现代物理学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他所撰写的时间简史 如今也成为科学知识分子追捧的书籍 在研究的同时 霍金也向世界发出不少的警告 其中包括对于人工智慧崛起的担忧 他大胆预测 人工智慧可能毁灭人类 另外 他认为地球渐渐走向灭亡 人类有必要在外太空寻找新的家园 霍金的离世不只是给世界留下毕生的知识 他的励志人生也启发了无数人 全力投入科学研究 为人类创造更好的未来 NTV7综合报道